由一般社团法人日本中国文化促进会 陕西省美术家协会西安中国画院三家联合主办的 长安精神中国陕西中青年画家国画作品展览 于7月13日星期六下午2点 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郡帕萨丁纳市展览馆盛大开幕 中国驻洛杉矶副总领事孙伟德 新闻领事行李洛杉矶郡长安东尼诺维奇代表 蒙氏市议员刘达强 核桃市市长苏罕秀兰代表 与洛杉矶工商界艺术界乔界乔领 以及代表百余人共襄盛举 参加了当天的开幕剪彩仪式 今天的活动呢是陕西 主要是陕西画风 由18位陕西画家 从陕西绘画协会中国画家协会 陕西分会 以及陕西画院西北画院 艺术学院的这些代表画家 来参加了这次画展 我们这次画展呢 大概是三天的时间 今天是省国开幕式 然后一直到星期一结束 希望大家有机会来参观 这次画展的目的主要是向大家了解一下 古城西安的风光以及它的历史 所以这些画家呢 它不光是反映了历史 而是也有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画风 所以让大家领受一下陕西画家的画风 那这次画展呢是由美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 刘宁先生以及好奇律师事务所 我本人在这共同举办的 主要的目的是促进中美文化 以及陕西洛杉矶这种文化生活的一种交流 我们这次带了五世的合作品 五世的合作品 五世的陕西当代 一个是年轻人和画家的合作品 这是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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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 这是外国 这些考察的活动 其实呢 我们也希望 洛杉矶的艺术家们 也不邀请他们到西安去展出 建立一个长期合作复合的这样的关系